20號朱凱迪名單所得票數位 84,121票 Number of votes given to number 20 朱凱迪EDI list is 84,121 我現在宣佈 2號名單候選人尹兆堅 5號名單候選人鄭松泰 7號名單候選人田北辰 8號名單候選人何君堯 9號名單候選人梁志祥 10號名單候選人郭家琦 14號名單候選人麥美娟 16號名單候選人陳恆斌 20號名單候選人朱凱迪 在上屬選舉中當選 我現在宣佈的名單單候選人 1號名單候選人 5號名單候選人 Jang Chung Kai 7號名單候選人 10號名單候選人 8號名單候選人 Ko Kuan Yew 9號名單候選人 Lang Chi Chang 10號名單候選人 9號名單候選人 我們又根據得票多至少到一次當選的名單 大家今天可能已經聽了很多次了 因為我們的報表系統一早已經計算到結果 選舉事務處在中午的12點鐘 先公布新界西的選舉結果 現在鏡頭看到這位朱凱迪 他得到他8萬4千多票 應該呢 如無意外就會是今屆立法會選舉的票王 達到8萬4千多票 比上一屆郭嘉琪如約名單 拿到7萬2千多票還要多 不過要留意的是 那個得票率就不夠上屆高 因為選民人數是多了很多的 得票率是13.8% 接著繼續下去了 當選的北會有田北辰 陳恆斌 葉普城 鄭松泰 建制派 梁志祥 公民黨 郭嘉琪 民主黨 尹兆堅 何君堯 還有一位是排第六的 公聯會的麥美娟 現在畫面看到就是 朱凱迪和其他的民主派 是互相祝賀 也看到有當選的幾位 有李卓人 有馮檢基 李卓人和馮檢基 都是在議會多年 相當資深的議員 在這次的選舉裡面 是落敗的 這場人排第十 馮檢基就排第十三 剛剛和尹兆堅 擁抱那位黃色衣服的黃潤達 亦都是失敗了 不能夠繼承街工梁耀忠 在新界西的一席 他的得票是28529 他的得票是排第十一的 那又輪到民建聯慶祝的時間了 看到他們幾大長老又上台 和他們一起慶祝 拍照 在我們很快計算完一輪 得票率之後 又有一些完美的數字 可以分析一下 建制派民建聯新民黨 工聯會 陳強何君堯上一屆 得票是43% 今屆猜一猜他們這麼多名單 加上多少呢 43.39% 這些是人為 還是意外呢 還是僥倖呢 少少巧合 但是你要這樣想 就是說 投票人數是多了很多 今屆現在是60萬票 總共是60萬票 上屆到最後 如果我看回是49萬8 即是說投票多了10萬票 按比例照樣搬回4萬多票出來 額外多了4萬多票 按比例的增長 你可以有兩個角度 就是說他們的票員增長了 如果不是高投票率的話 其實他們那個得票率就會上升 但是反過來也是 他們那個票的增長 其實也都是不會怕說你有新增的選民 實際上他都在那個新增的選民裏面 都會有一定的數目的支持者 在新西那裏就要講講鄭崇泰 因為熱普城這次有五張名單 陳雲根在新界東 原本有人傳過說可能會贏 不過最後都會輸 港島區 港島區值得滿都不行 2萬票但是都落敗 在九東 黃陽達選了這麼多屆 今屆換了一個牌頭之後都不行 那我覺得即使入到議會 我們現在聽聽就是鄭崇泰 的政制改革的需要 先聽聽他怎樣說 這次呢 其實比較多本土派的人 就是本土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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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比較險的 就是裡面是建制派 他們那個的表現 或者是得到那個議席 是比想像中之 來得容易 那所以我會認為 這個是最關鍵 就是必須要拿回 單程證的審虛權 就是人口政策的問題 其實白英國是甚麼呢 即是說高了一些地區分 去選擇了一些 本土派或者後爭的派 反而傳統派派 這次都有點失利 我不能夠很確實地說 因為始終就是 暫時沒有具體的數據 但是在我那個 下街站 或者接觸選民的時候 那個感覺 其實不是說 年輕人投票多了 反而就是一些 可能三十多歲 或者四五十歲的時候 他們的選民投票多了 但是至於他們的抉擇 是投向建制派 還是投一些 新面孔的繁民主派 所以我覺得是需要 將一部的資料去刷 會不會說一定衝擊立法會 一定不會跟傳統派派合作 這個視乎議題的需要 如果例如立23條 那當然要衝擊 視乎議題 是 對不起 I can't hear some education indication indication my political stance is to stand for and promote the hong kong as assisted state at the present moment I think promoting hong kong independ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ve issue on one of my first priority and apart from that I think we should go into 新文中心另一邊 就是朱凱迪 現在的記者 我們會一次過有幫忙時間 我們會再安排好嗎 不如說一下 是 整個選舉的過程都是針對著官商鄉勾結 所以剛才他回應英文提問的時候 提到他的目標是希望 做立法會議員 做立法會議員之後 可以改革 評議局 結果是交由選民去決定 李卓人議員 不能進入立法會 我覺得非常可惜 會不會加入8萬 這個選舉 我想 現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香港其實 要去想的是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新的非建制的 繁息會出現 到底是不是還有人叫做泛民 還有人叫做本土 或者我叫做左膠 是不是還是存在這些標籤 還是要重新想過 我覺得都是要之後 在立法會的時候再談 不好意思 我們一次過有個幫位 等大家準備得好些好嗎 不好意思 他們兩個合起來 都已經得了票 都有兩三萬 所以這個造就了 現在來到何君堯 一些沒有經驗的 例如李卓人和馮檢基 那些票被他拉薄了 如果不是他拉薄的話 我現在和他相差 只有五千票 特別是李卓人 他應該可以贏第九席 我這個可能會輸 怎麼看呢 在選舉其他人 很多選舉 都不把保送的同學 成為甚麼選舉 這些全部是一派胡言 實際上 我們香港 全部都是以香港人 我們投票 誰一票在手 就是我們香港人 是登記選民 其他方面 社會做事 一定方方面面都要 拿到一個很好的關係 所以就 並沒有特別 好像你剛才說的 那種情況出現 好嗎 有影響 有影響 如果不是因為他 可能我的票數會高一點 是 一定有損失 謝謝 好 幾位當選 幾位當選 幾位當選